大安法师 你那点福报 别提前挥霍完了 孔子说 君子谋道不谋识 而现代社会 我们整个的行为 就是变成了谋识 你念念谋识 但你命中没有 谋也谋不到啊 你命中没有 你大学必须要谋识 你毕业还照样下岗 找不到工作 你说是研究生照样去卖肉 你没有这个福报 这是因果的法则 这点因果法则 古人都很相信的 但我们现在讲一讲 好像都觉得是封建迷信 实际上 原来我也是这么认为 好像我们获得的一切 都是靠我们现在主观的努力 但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主观努力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 你命中没有 急迫头去努力 一天二十四小时去努力 你也仍是没有啊 现在手机里有个短信叫 闲牢处穷人 人家命中有 很轻松地就来了 富贵从哪里来 从不失中来呀 你没有修到不失的前因 今生怎么会有富贵呀 古人说 一饮一酌 莫非前定 我们这辈子来到这个世间 都带有我们的俸禄和福报过来的 是有一定量的 如果相信了这一点 对节约型社会就有很大的贡献 因为既然是有一定量的 我们就要节省地去花 如果这个量提前挥霍掉了 挥霍完了 你就没得吃了 你还能活吗 那就得离开这个世间了 所以我们的节约 是可以延长自己的生命的 受命的 现在我们最大限度地去调动人的欲望 最大限度地要人去高消费 一方面 整个地球的资源承受不了 另一方面 自己的福报也承受不了 销售不起 在中国传统几千年 社会的生活方式都是节俭的 而且大多数都是吃素的 吃素的节俭生活 现在看来是最好的 而近一二十年来 我们生活水平是提高了 于是吃肉吃得很多了 什么富贵病都吃出来了 现在中国人生病的 很多都是营养过剩 吃过多 实际上你把福报提前吃完了 你的高血压 关心病 糖尿病 什么病都来了 不但提前离开这个世间吧 还折磨得要死要活 现在我们才反过来知道 传统的那套生活方式 是非常好的 如果我们中国十多亿人口 都像美国人 欧美国家那么挥霍消费 那么这个地球 还能够维持多长时间啊 西方人那套价值观念 那种生活方式是违反天道的 所以它才会发生金融危机 世界大战才会发生在那个地方啊